罗永正出生于广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在罗永正一岁半时 他的母亲因病去世 13岁的那年 罗永正的父亲也去世 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无奈之下 罗永正只好辍学 小小年纪的他 初入社会就和老乡偷东西换钱 从此误入极毒 几次过后 眼明手快的罗永正便学会了快速开锁的技术 又经过几次实践 他的开锁技术越来越高 他开始盘算着自己开一家公司 专门入市盗窃 由于技术精湛 没人意己 短短的几年 罗永正的公司已经有模有样了 他手下有二十几个兄弟 罗永正将他们分为四个 分别负责不同地区的盗窃任务 曾经有一次 罗永正带着自己的团队 一个晚上成功盗窃了36户人家 他们的脚步遍布珠三角和长三角 一时间 他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华南神偷 天网恢恢 输而不漏 很快 罗永正便被逮捕了 入狱后 罗永正终于大彻塔悟 他决定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在监狱里 罗永正出版发行了防盗手册一书 出狱后的罗永正 成了广东六家所厂的技术顾问 还成立了我国首个民间防盗组织 中国防盗联盟结婚 一跃成为了防盗本家